我们常说行事案的方式有百百种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道明中学的学生 他们发起了饥饿午餐的活动 邀请师生们起居一堂饥饿一餐 然后将省下来的零用钱 捐给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 而透过这场活动 师生们也以实际的作为 发挥了人机几机 人力几腻的精神 行善的方式有很多种 带您来看到的是道明中学的学生 他们发起了饥饿午餐活动 邀请师生们起居一堂饥饿一餐 并将省下的午餐钱 捐献给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 我希望我们学生真正的能够知道 他们其实很幸福 其他人他们很需要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真的是要去帮助他们 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世界 能够更加的美好 除此之外 学生们也发起了无饮料日 和爱心便当活动 在这一天里 不喝也不购买任何饮料 将省下的零用钱 全数捐献出去 这次就是也一起举办了 一个爱心便当 还有无饮料日的活动 以白开水代替饮料 然后将他们要去买饮料的钱 捐出来给国内外需要帮助的人 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 然后会帮助到那些 非洲受难的小孩们 然后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活动 然后成长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受灾的人民 有感于世界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透过街舞舞台活动 到明中学的师生 要以实际的作为体会人机几机的精神 港东新闻招付金融亚庭采访报道